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荣义网络学院 本节课来给大家讲解这一款外套的推板方法 首先先看一下推板的四个要素 第一个,纸样,回到打板一面 上面是打好的板,下面是做好的纸样 纸样已经确定好了 第二步,了解人体的生长规律,那我们来看一下 人体它的生长是有规律的生长的 它是整个人跟着往上生长 腰在生长,腿也在生长 那头也会有点生长 所以我们在推板的时候要根据人体的比例来推 然后再看一下 身高每生长5公分,胸围腰围同为增长4公分 那第三步,确定推板的方向 上一的推板方向一般是以前后中心线为坐标走 身为线为横坐标 然后来推 那前片往左推,后片往右推 第四步 了解挡差,局部的挡差 那回到打板一面 刚才我们介绍过 胸围腰围同为增长4公分 所以胸腰围是4公分的挡差 衣长2.5公分 肩宽,秀长以及秀口推1公分 秀肥1.6 领宽0.3 肩宽,背宽以及乳间距都是1公分 然后要了解的就是,我们来看一下下面 身高的变化是推纵向的 那什么是纵向? 因为我们来看一下 人体它的身高是这样子上下生长的 那纵向呢,以这条坐标走 竖的这一条就是纵坐标 也就是我们上下方向来推 然后再看一下 维度的变化是推横向的 那横向指的就是x轴 这样子左右的来推 所以我们在推板的时候 这方向一定要注意 那挡差已经确定好了之后 接下来我们可以设置一下 所需要的号行 在第一行设置 指标左键单记一下号行设置 那这时候跳出一个对话框 第一列这些有颜色的对话框 它所对应的是相对应横过来的 这些号码 它的里面线条的颜色 那一般这每一个号行的颜色 都要给它设置成不一样 因为如果设置成一样 等一下我们要检查的时候 就不好检查了 接着再看一下后面这几个系列 这几个系列 我们是可以在这边设置我们所需要的号行 在这里都可以写数字 写字母或者是数字 那这一款衣服呢 我们就以S M码 L码 加大码 这样子来设置 然后我们就看一下 最后这个系列是跟我们所设置的号行 是差不多的 然后再选择我们所需要的号码 那号码这里就以S码到两个加为例 所以就把其他的号码删掉 然后再点确定 那设置好了之后 接下来就可以切换到推码界面 切换过来了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些蓝色的放码点 这一些点呢 就是我们等一下要推码所需要的点 然后再看一下左下角显示层 指标左键单击一下显示层 在右边灰色的部分 把我们所需要的号行给它点亮 把刚才设置的这一些号行都给它点亮 点亮了之后 在左键单击一下推码设置 再返回到显示层 给它锁定起来 那这样子设置一下 是为了等一下我们在推码的时候 它就可以直接展开 那这样子的也方便我们检查 那接着呢 我们再看一下这件衣服它的结构 那这件衣服 看一下图片 首先先看一下后片 后片后中有分割 左右两片 接着再看一下前片 前片上面有一个胸舌 侧面有一个口袋 它也是左右两片 然后上面有一个翻领 再来下面有两个袖子 这袖子呢 它是属于两片袖 袖子上面有一个盘 然后袖子上也有一个毛 这毛是起到装饰的作用 所以我们在推码的时候 就要根据这衣服的结构来推 本节的内容就到这里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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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